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打人 那从上个礼拜五 因为台积电ADR一度的涨了快到13% 当然中场后来收盘没有涨那么多 让台股礼拜五早盘台电大涨指数一度涨了300多点 直接冲破16000到16041点 九中场掉下去收了一个大量的场黑暴 那今天早上又延续周五的卖压 加上本土同一个医院又多了一个护士跟一个医生 感染了新冠肺炎的病例 所以早上原型卖压又再跌 最多跌295点 但尾盘拉上来 只有小跌4点 那礼拜五的高点是16041 然后今天的低点是15320 我盘中算了一下 礼拜五最高到今天的最低差了720点 所以假如你是礼拜五比如说指数你追在最高 然后今天早上杀下去停损 不得了 700点就消失了 那如果是股票也是一样 如果礼拜五你去追高 尾盘掉下去 早上杀下去 砍在地板 后来中场又拉起来 这预护五类 预护五类 但你不要看就这两天很精彩 哇 高点差这么多 但是其实 你看这三天 这四天的收盘价 这三天好 14号的收盘价是15707 707 礼拜五的收盘价是616 15616 接着收盘价是15612 所以你不看盘中高低点 其实指数的收盘价 根本没差多少 就在那100点中间而已 所以其实 我要讲的很简单 就像我盘中的解盘文章 我要说的很简单 只要你不要去追高 你不要去杀地 你发现这两天的震荡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差 冲上去的打下来 掉下去的 它还是一样拉起来 大盘成要量今天就缩下来 3000多亿 3100亿 那礼拜五大家很担心说 这个爆量藏黑 是不是这个量过热了 其实4300亿 现在的台股市值是45兆 成要量4000多亿 你不能用当初二几兆 25兆 28兆 30兆的水准 来看待当前的量 当时的量可能一两千亿 先是45兆的市值 你说来个4000多亿 我认为未来会常常见到 所以这都不用太过担心 所以大量收黑 隔天打下去拉起来 三天指数其实撑在平坛 然后台币的走势 目前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变化 盘中生殖的0.478 它就是大概接近4.8角 钱还是不断的涌进来 资金行情的本质 它没有改变 而且现阶段太多东西都在缺 一堆IC在缺 晶圆代工在缺 风测在缺 备用件也缺 一堆元件什么都缺 连传产 一堆东西 什么原物料 全部都在去 所以这个行情 目前根本就没有任何要拉回的风险 所以我的看法仍然一样 我认为今年还有好几千点的空间 你就是认真选股 把最强数字的股票挑出来 你就会得到最好的回报 就会得到最好的回报 比如说 1月7号礼拜四 经济科有氛买消遇 所以拉回 通常最低拉回到182块 我们在185的附近 趁跌进去买进 心情会员直接买 有持股的再度加码 把握这种强势的股票 每一次拉回的买点 每一次拉回的买点 当天就翻红 其实当天卖就已经赚了10块钱 然后隔天量是超级缩 我说是筹码一流 我筹码一流 然后到礼拜一量缩不下去 礼拜二压不住就喷出去 就一根掌心板219 礼拜三再来到9.6% 拆当掌心板最高是240块 再创新道 然后礼拜四稍微整理一下 但我就说220块是最后低点 仍然是趁着一跌再去买进 一个我们赚钱的股票 从70几块 80几块 90几块 130 140 150 180 一路买上来 我不怕后面越买越高 但是我都会趁着他在创高 拉回盘下 才会带着我们的教程去买 那你会发现就是说 当我们每次趁着拉回 在买这种强势股的时候 常常很快就赚钱 礼拜四买220 后来一下就算了 礼拜五最高21 是再创新高 那因为礼拜五卖要多 所以我盘掉下去 今天早上 在盘下晃一晃 晋一阵 结果呢 大概11点翻红 到最后中场 虽然就要收到240 虽然说 他昨天 抱歉 礼拜五的高点 差几块 但这个收盘价是 确确实实 真真实实 扎扎实实的 创下这个波段 收盘价的新高 所以除非你是礼拜五 就是运气真的那么不好 买在那个241块的那一个 没有多少量的那个点 不然的话 你在过去这三四个月的时间 如果你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 你在任何一个价位 去买任何一张 十张 一百张 或者五百张的金利科 不管买几张 买什么价位 到今天 99.9%的 所有的投资朋友 你全部都是赚钱 全部都是赚钱 而且收盘价创新高 实质上他就是新高了 上面只有一块钱的压力 根本不是压力 所以我认为 股价大概就是要喷出了 股价大概就是要喷出 从76块9月初买 到最高21 其实今天收完20 差不多了 最多赚了165块 赚了217% 一档股票赚了超过两倍 你在这边跟着我投入100万 到今天 你的净值变成317万 如果你投入的是500万 或者1000万的话 你的净值变成3170万 这个就是 我们交流成员 最幸福的地方 因为我们买的都是 最棒的精品股 我们看的都是 未来的大趋势 我们深究的是 每一家公司 他每一个数据 每一个数字 毛利率 80几% X86的技术 完全是自己的 除了美系之外 全球就只有他有 非美系的X86技术 每一个数字都非常的漂亮 一波下来 200多% 即便前几天买 上上礼拜买 185块 一天两天 三天四天 五天六天七天 八天到今天第八天 收盘价240 也赚了大概56 赚了刚好30% 30% 所以短中长 我们都能做 而且其实 好的股票 抱得越久 赚得越多 那我们当初在 9月的时候 那时候股价只有780 很多人 都在看说 它是从 30 40 40 50 涨上来的 涨到70 80 90 我们郑老师还在买 很多人都在笑说 郑老师又在嘴高 稍微拉回就说 我们套牢 或者我们停损 其实我这中间的过程 我没有卖过半张 我没有带我们交流成员 卖过半张的经济科 完全都没有 所以根本没有任何停损的问题 然后 市场都不相信 都认为 经济科 是鬼扯的 是骗人的 郑老师 是乱讲的 但经过了三四个月 近期 大概过去这半个月 一个月的时间 根据我的了解 就每天都有蛮多法人 陆陆续去都去拜访公司 都去小型的座谈 每天陆续 几乎每周每天都有 所以今天呢 也看到一篇 红远证券的投顾 出去的正式的研究报告 他估 他估 今年经济科 要赚大概17块半 17.47 他抓一个18倍的本益比 那是初步给他18倍 他认为目标价是314块 我先说 这个不是我的目标价 这是今天 红远投顾的研究报告 所出的目标价 他估的EPS是17.47 那目标价是314块 这是红远的 不是我的 我的目标价 我会给我们的家族成员 但我不能公开讲 不然我会被罚 我会被罚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第一就是说 法人开始出去研究报告了 代表过去的这个几个礼拜 法人密集的去访问 大概陆陆续续 我认为正式的报告 陆陆续续都要出来 这不会是第一篇 这不会是最后一篇 这只是第一篇而已 后面会越来越多 这是第一个部分 所以他已经正式纳入 所有法人的选顾的雷达 后面报告会陆续都出来 报告里面他有提到说 公司已经承认说 12月份 签了最新的12奈米 签了最新的12奈米 记忆台的新的案子 这是投片给台积电的 那会分四个阶段前 目前签了第一个阶段 12月份认了第一阶段的权利金的 大概十分之一而已 所以呢 12月份的营收是成长 成长不多 从4,800到5,800 因为他只认了 四个阶段 其中的第一个阶段的 十分之一的权利金而已 但公司已经承认有新案子 已经签下来了 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 这样子都不是乱讲 因为很多机器台的案子 跟server案子都陆续在谈 那我预估今年 至少会有两个机器台的案子 应该可以拿得下 server至少会有一个 那越后面的 那个整个案子的权利金会越大 上看一亿多 一亿八美金 所以只要今年陆续可以签下三个 后面 未来的那个圈运的金额会下十 所以目前 宏永这边报告 是把这个12月份的新案子 纳进来 估计今年是赚17点 大概17块半 那目标价给314块 但如果 因为现在才1月份 那这个是12月份签的 第一季如果说再签一个 那上半年如果再签 第二个 如果未来这半年 如果可以再签两个下来 那这个四算基础就往上跳 所以EBS我估计的 就会落入到 我所说的今年大概就230块 230块 所以我不是跟你乱讲 现在 券商报告已经出来了 所以目前把第一个签的案子 纳进来 大概估计赚17块多 目标价是314块 后面如果说再来一个 那就20几块 目标价呢 他只给他18倍本一比 但是实际上 世新创意 力旺 金星科 都四五十倍以上 这叫初估 初步的目标价 等到数字出来 我认为所有的券商会全面调整 所以我就说 这一段叫做初估断 我们先赚两倍 后面这边 法人要开始接棒了 开始出报告了 开始给目标价了 同性礼拜五也很神奇 被关还可以小小买个八张 我认为法人到时候 差不多要接棒要买进了 后面就是初估断 所以初估断先赚两倍 在主估断呢 当上股票 我想我们赚个三四倍 四五倍是有可能的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 因为我记得 我们在96年的时候 张老师也是带着我们的成员 买进群联110块 最后涨到739 所以这种例子 我还蛮多的 今年的经济科 我认为也有这个条件 所以经济科仍然是 我们所有加入成员 买最多 压最重 并且也赚最多的一档 最重要的经济 而且今天 收完价240 创了收完价最高 真的所有的加入成员 全部都小和 因为真的赚太多 真的赚太多 当然就是说最近 我们手上股票太过强势 所以陆续都被管 我也觉得很讨厌 但也没有办法 比如说天狱 1月7号 礼拜四 涨9跟涨停板 礼拜五 156出一半 从63到156 赚了93块 赚了148% 接近1.5倍 元月份台股最大的赢加 隔天就被分盲 第一天了 打下来整理一天 第二天打到131 132 第三天第四天就涨回来了 就涨到151 到了第五天 涨回到160 今天呢 平盘下去 很快又翻红 股价仍然是超强 其实打不下去 打不下去 最后收盘收到156块半 差不多就是我们前面 卖一半的那个位置 但其实我们就说 它会再创新高 事实上它已经创过新高 最高来到160 因为上礼拜五就说 目前车用型的 LCC Driver IC的缺口 是高达四成 一般型的缺口 高达两成 所以我今天看新闻 我都没有看到 但上个礼拜五 其实我们就已经掌握到说 最大厂 联勇 已经通知他的客户说 要元月份涨价15% 涨价15% 这东西今天新闻都没有 可能正好是太过领先 我预期明后天 你就会看得到 相关的报道就会出现 反正就会开始谈 那时候股价就会反映 因为缺口太大 所以涨价是必然的 天余12月份 我估计会赚大概1块4 1块4 11月份赚1.03 12月份 那个毛利率大概已经来到三成 赚大概1块4 那联勇涨价 天余跟敦泰势必要跟着涨 所以可预见的 如果涨幅超过11%的话 元月份的获利 如果营收获利同步往上 那第一期大概就要赚5块钱 5块钱 联勇今年大概20几块 那目前的股价呢 接近400 这波超过400 昨天礼拜五收获加400 目前天余大概只有它的四成不到 所以这比较空间太大了 有个天余 就虽然说是被关键币 那股价还是要涨 还是要涨 那当然就说因为关键币很难再买 所以我们就剩下一半十五续报 但是我告诉我教育成员说 你不方便买天余的 你通通都去买敦泰 我通通都去买敦泰 今天盘下很好买 盘下 我们买了相当多 买了相当多 都在盘下 买了相当多 大概107 108 106 109 一路买 盘下一路买 因为11月份赚1.01 我估计12月份可以赚大概1块2 代表它的毛利率持续往上跳 报价带动毛利率 EPS一直往上跳 赚1块2 11月份刚刚我说 莲勇涨15% 天余敦泰必然跟进 所以第一季的敦泰 我估计将要赚到4块钱 今年算一算 大概也超过15-16块 天余会赚超过20块钱 所以假设莲勇赚20几是400 那没有道理说 天余只有150 敦泰只有100块钱 这中间都还存在一个 非常大的比价的空间 而且只要他宣布跟着涨价 股价就喷了 所以天余会创高 但是不好买 所以我们称子跌的部分 买了很多敦泰 是非常棒的股票 因为很简单 就是说这些股票 都是最棒的精品股 因为我们坚持买的 都是数字最棒的精品股 他们都具备 这些非常棒的指标 比如说毛利率 持续往上 EPS 敦泰 天余 单月都已经超过1块钱 再来看1块2跟1块4 他们的营收年增率 都已经大概翻倍 而且他们在台湾 Driver IC的部分 大概就前三大 联勇 天余 敦泰 他们有最好的市占率 所以当你这些条件 都满足的过程 他们就是竞争力最强的精品股 当数字在往上做爆发的过程 股价涨起来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经济科一波下来赚了两倍 天余1.5倍 其实大家都有机会这个样子赚 所以你不要只是说看我的节目 看得好像觉得很有道理 看完之后电视关掉 隔天再去买别的股票 那这样就没有什么意义 或者是你觉得我讲很有道理 就经济科创高 老师又说不要追 跌下来又很害怕又不敢买 会不会真的要回档到七八十 就是因为你没有那个相关的专业素养 所以你就赚不到这样的钱 所以就说欢迎大家都来成为我的加入成员 那你成为加入成员你非常幸福 经历天狱这种绩效 我今年不晓得 过去这一年不晓得有多少档 那只要你是我加入成员的一份子 我会照顾你的资产 我会照顾你的选股 待你买的哪一档不是最棒的金屁股 哪一档数字摊在台面上都不是数字最强的股票吗 照顾你的操作 短中长都有 最后给你一个最强的绩效 所以欢迎大家都成为达安家族成员 这是带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等会回来我们再聊起来股票 欢迎回到股市达安的现场 那我也说如果你是我的家族成员 我们会照顾大家的操作 那我会规划比较短的操作 比较中期的操作 像天狱比较长期的操作 就像金利科 那比较短的 比如说爱普的部分 在1月7号礼拜四是买480块钱的爱普 当天买就已经小赚钱了 隔天到532 隔天到535 然后再隔一天到549 然后之后就开始涨停板583 然后到涨停板第二天 641卖一半 到礼拜五创660的这一波最高点 高点650 660附近全数获利出清 短短前后7天的时间 480到660最多赚了180块 这样子38%就赚起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短波段的操作 那中波段的像天狱一个多月 目前150% 长波段的像金利科 目前快要4个月的时间 我们赚了200多趴 所以我们短中长都有 所以我相信只要你是我的教育成员 你都会赚得非常的开心 因为短线也很过瘾 中线赚得非常的棒 长线的部分 那个是翻倍再翻倍 那除了IP股设计股之外 不用一件 你要非常留意 礼拜三开美涨停 第一次买 礼拜四高档换手 礼拜五创高稍微做压回 今天就平凡附近 非常的稳 国际集团今天会全力的抑注业绩 包含车用的订单 5G的订单 现阶段据我们的了解 备用件的部分非常非常紧 是越来越紧 越来越紧 因为电动车带动太大的需求 未来比如说日常 它也会挪一些去高阶的电动车用 那缺口部分台厂又要补 就跟那三年前一模一样 台厂现在也有能力抢部分的车用 所以现在是非常的紧 那种看到涨价的那个锅盖 快要压不住 那凯美车用跟5G的订单大爆发 因为国际集团全力溢住 所以订单已经看到六个月之后 全年要赚大概九块钱 以20倍本一比来说的话 空间非常大 所以我想这些都是好股票 所以欢迎大家跟着我一起操作 欢迎大家成为达人家族成员 我会照顾你的选顾 给你最好的操作跟迹象 成为家族成员 是带你通往幸福的大门 祝大家收拾顺利 今天谢谢